印度国产潜艇下水场面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印度经济时报30日称 印度国防部决心着手解决印度先进潜艇 长期没有重型鱼雷的问题 这一尴尬情况已经持续了多年 据称 本市寄出印度从法国采购由于集成规潜艇时 并未签署引进配套重型鱼雷的协议 印度曾计划从意大利采购黑鲨鱼雷 但因社会丑闻被迫放弃 此后采购项目一拖再拖 如今由于集潜艇与国产核潜艇已交付印度海军 但他们至今没有合适于雷 新华社开罗2月20日电 记者李毕念 埃及军方20日发布声明说 安全部队在北西奈省打死8名恐怖分子 声明说 安全部队得到相关情报后 突袭了7个恐怖分子藏匿点 击毙8名恐怖分子 摧毁两辆用于实施爆炸袭击的汽车 以及储存弹药和制造爆炸装置的仓库 声明没有披露安全部队突袭行动的具体时间 本月16日 不明身份武装人员 袭击北西奈省离处军方检查站 造成15名军人伤亡 军方在交火中打死7名武装人员 近年来 埃及反恐形势严峻 2018年2月 埃及军方开始实施 西奈2018反恐行动 这年底在反恐行动中打死约450名武装人员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当地时间19日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 成立续宪法委员会的倡议有了不错的前景 但同时 俄罗斯想知道 美所未撤军后 在叙利亚的行动新阶段指的是什么 扎哈罗瓦称 日前在日内瓦举行的俄罗斯 伊朗和土耳其三国外长会后通过了声明 并转交了可能进入续宪法委员会人员的名单 他强调 在白宫声明的背景下 联合国如今应该实施的这一倡议 也有了不错的前景 但同时 他也对美国所指的新阶段提出了质疑 他表示 美国说 他们进入了某个新阶段 现在还不清楚这个新阶段是什么 没有具体详情 但似乎是撤军 扎哈罗瓦说 我们当然想知道 叙利亚行动新阶段指的是什么 以及如何避免像在阿富汗那样的情况 你们比我更清楚 他们时而把军队全部撤出 时而又重新回来 多年以来都是这样 他还指出 美国撤军 无论如何都是在重新遵守国际法准则 因为 我要提醒 尽管他们高调宣称打击伊斯兰国 但他们在那里的存在是非法的 白宫发言人 桑德斯此前表示 美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军 并宣布进入行动新阶段 据他称 新阶段意味着 美国将继续对伊斯兰国仍然存在的威胁保持警戒 白宫19日宣布 美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军 但反恐任务依旧不变 消息人士称 美国国务院所有工作人员 将在24小时内 从叙利亚撤离 军队则将在60到100天内撤出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2月11日报道称 俄罗斯正在考虑是否要暂时同全球互联网断开 这将是他网络防御测试的一部分 这一测试意味着 俄罗斯公民与机构之间的数据传递 将停留在国内 而不会传向国际 去年 俄罗斯的议会引入了一部草案法规 该法规要求进行必要的技术变革 以实现网络的独立运作 这项测试 预计将在4月1日前进行 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 这不明为全国数字经济项目的草案法规 要求俄罗斯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血保 当外部势力采取行动在网络上孤立俄罗斯时 俄罗斯的网络可以运作 北约及其盟友已经威胁要通过网络袭击 和其他网络干预手段 制裁俄罗斯 图为网络战部队 该法规中的措施包括 俄罗斯建立自己版本的DNS系统 这样 一旦同外国服务商的连接被切断 俄罗斯网络依然可以运作 DNS是网络地址系统 目前 全球有12个机构管理着DNS的跟服务器 他们都不在俄罗斯境内 不过 俄罗斯境内的确有着网络核心地址布的很多拷贝 这意味着 即使有外部势力采取惩罚性行动切断网络 俄罗斯的网络系统可以继续运作 预计开预测试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还会表明 他们可以将数据送往政府控制的路由点 这将过滤流量 于是俄罗斯人之间传递的数据 会到达他的目的地 但任何发往外国计算机的数据会被丢弃 俄罗斯政府最终希望所有国内流量都通过这些路由点 俄罗斯新闻机构报道说 俄罗斯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大都支持这个草案法规的目标 但在如何实现目标上存在分歧 有媒体报道说 这些提供商认为 这个测试将对俄罗斯互联网造成重大干扰 俄罗斯政府将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资金 用以改造他们的基础设施 以便这一改造工作 可以适当的得到测试 新华社大马社隔2月9日电 记者汪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 9日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续东部 又发拉底河东岸地区的最后据点发起军事行动 叙利亚民主军方面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 告诉新华社记者 叙利亚民主军 当天对伊斯兰国在戴尔族尔省东部巴谷资镇的据点发起进攻 但他并未说明军事行动相关细节 去军方媒体援引叙利亚民主军媒体中心主任 穆斯塔法巴利的话报道说 从巴谷资镇疏散两万多名平民后 叙利亚民主军在当晚发起进攻 目的是消灭巴谷资镇剩余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目前 伊斯兰国在续东部的控制区 被不断压缩 除又发拉底河东岸地区的据点外 在沙漠区域也仍有活动 叙利亚民主军主要由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领导 土耳其认为 人民保护部队是被土政府列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 在叙利亚的分支 美国则把人民保护部队 视为打击伊斯兰国的有效地面力量 新华社兰州1月19日电 由小红、孙力波新年度开训以来 西部战区陆军各部队 紧贴作战任务、作战环境等要素 以实战标准 从南从沿展开军事训练 立体实战化练兵导向 首掌机关式体系作战的重中之重 核心要素 必须走在前列 首先过硬 连日来 指挥训练室内 战区陆军党委常委和机关干部 围绕一体化指挥平台操作等科目 持续开展训练 去年 战区陆军每月组织指挥训练州 通过集中训、集中研、统一考的方式 探索新体制、新编制下的作战模式 全面考评指挥员军事素质 新年度 指挥训练的力度将会更大 与实战贴得更紧 某特战旅组织攀登科目考核 朱焰一射 赫兰山下 寒风刺骨 限链场上 某特战旅射难条件 设时背景 用近四十战的考核条件 检验官兵战斗技能、军事体能、战术素 往上的短板不足 某路航旅组织多机种编队飞行 照云桥射 引擎轰鸣 铁翼飞旋 某路航旅主观带头飞第一架次 这个旅总结分析过去一年整建制高原训练成果 首飞就把显南客目眼链列入计划 某河城旅官兵爬兵卧血苦练精兵 陈扇风射 提连山下 战车列阵 某河城旅各类信息化装备 驰骋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战场上 勘训官兵在G40战的训练中 不断检验提升严寒条件下作战能力 美国最新防务网站 2月1日报道题 五角大楼研究后 中导条约武器和击落高超音速导弹等问题 记者小悉尼弗里德伯格 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赛妙尔格里夫斯中将1日表示 五角大楼关于如何对付高超音速导弹的研究结果 正在进行最后评估 很快就会出台 他当天下午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说 对替代方案的分析 既考虑了现有的拦截装置核心的设计 又考虑了激光等定向门武器 在政府最近完成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中 很快就会出台湾的拦截装置 就会出台湾的拦截装核心的设计 尾计序核心的设计